这个云端白板的部分 各位可以参考就是 每一个也许延伸的练习题 会放云端白板 然后Python的证照 那证照部分进来的话 它边有全部的题 有单数有双数 那不过我们基本上是以 那个双数题为主 所以另外我又独立一个目录 叫双数 所以你也许你要找的话 我建议干脆直接找双数 这个资料夹 里面也有一个对应的那个 这个参考的程式 我把它放在这边 如果你动作比较快 从原许许你可以先做 反正九大类 那另外的话 每一类的题目 其实打开来就是可以看到 102 104一直类推 那基本上呢 其实关键的地方就是说 你输入什么 按Enter之后的话 它会需要看到什么 这个是输入input 这个是output 反正你将来就是input output 两边要能够match 那这样子就拿到十分 下面有分数告诉你 那要做什么的话 上面有一些叙数 可能就是自己稍微看一下 那每一道题就是 这边都双数理 246 80 那另外的话呢 再来就是说 我们的每一个题目部分的话 每一类的题目 目录部分的话 你们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能够学到什么 第一类是基本程式设计 那也就是我们像上个礼拜 讲的那个变数部分 还有一些什么输入输出 就是input output等等的 还有一些像是算数运算值 像加减乘除 还有那个person person是流余数码 上礼拜有讲过 另外还有像数学函数 数学函数的部分 有一些要引入的 像input那个mass的那个类别 才可以用 另外的话还有格式化输出 比如说我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或者第一位的话 比如小数点 那我要格式化 要怎么格式化 这边可能会用到format的那个函数 目前还没讲到 不过之后会再提到 第二类的话呢 是选择叙数 所谓选择叙数就是 其实就逻辑 如果你们用过那些seal的话 应该叫if 然后一般是if 如果是为true 那就进到逻辑 如果为force是跳开 OK 那顶多是说会有个else else的话如果为true 还是进 可是else是反之 如果相反的 那我要执行什么 所以我称他第一个if 就是一重逻辑 就一重 那这个是两重逻辑 那如果多重逻辑的话 其实就是if 其实这边应该还有一个 就是如果多重好几个的话 第一个 其实你这边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我这边把 其实这边应该比较正确应该是 应该是if 第一个 else是反之 这个应该放后面 应该是第二个是放else 那再来的话如果还有第三个 还是alf if OK 如果说你这边有多重的话 你可以一直alf if下去 所以如果说你有选择不止一个的话 那你可以alf if 一直alf if下去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多重的逻辑 那当然VBA里面有select case 其实也类似这种东西 或者switch 那Java里面的switch也是类似 可以多重 那这个是第二类部分 叫做选择叙述 我喜欢叫逻辑 那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回圈 回圈 那回圈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那个for回圈 跟那个while回圈 这两个东西其实在任何语言里面也都有 就是VBA也是for回圈 然后不过while的话他除了用while 一般习惯是要dowhile了 dowhile什么 那这两个回圈最大的差别 其实主要就差在for回圈 是会有个范围 你要给他一个范围 比如说你一个串列里面的值 或者是说第几个到第几个 那那个VBA里面有为习惯 用第几列到第几列 类似这种概念 那如果说呢 假如你不知道哪一个范围的话 那你可以用while while后面的话是加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为true就进到回圈 如果为forse就跳离回圈 所以他有点是判断 在要不要执行那个动作 这两者的话会互相搭配 OK 什么时候会搭配 后面还会再讲到 你不限制次数的话 就是用while回圈 那再来的话就是 第四类的话就是进阶的那个控制流程 进阶控制流程 那基本上就是怎么样 把上面这三类的东西 综合起来的结果 OK 叫进阶控制流程 那如果那个证照考试的话 这个地方它是20分 所以这一题它有点像上面三类的综合 OK 所以我上次上场讲过就是说 如果你要做答的话 你不妨干脆直接从那个第四类开始做 不过前提是你要有把握 因为这一题做完就是20分 那CP值最高的 OK 也就是你要拿直接就拿20分 那其他的话就是方选 方选的话呢 在任何语言里面也都有 就是一般我称它叫制定的 这个方选是不是内建的 有别于里面已经提供给你的方选 那我们可以定义自己要的这种方选 方选的主要就是你传递给他参数 他会feedback 给return一个结果给你 当然你如果没有return值 就类似像VBA里面的sub 就是反正跑完就算 你不要给我return任何职业OK 那这种部分的话 就是他要考你的 那怎么样使用建立那个函式 或者叫函数 然后等等的 怎么传递参数 怎么传回资料 return资料等等的 那这个是第五类 那第六类的话呢 就是我们前面也有提到 所谓的list 就是所谓的串列 OK串列 有没有我们在上次上课 那个x4里面 后面中瓜5里面就是一个串列 那串列的话 跟其他语言 那个如果你有学过 那个成绩就是类似乎正列 但跟正列最大的不一样 其实就是正列里面要相同的资料形态 但是串列里面呢 可以不用 也就是你里面有的可以放数字 整数你也可以放符点 然后你也可以放文字 但是你还可以再放一个串列在里面 所以这个串列的弹性非常大 那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合理 因为以前的那种语言 他只能放一种资料形态 那如果说我今天大数据分析好了 我来的资料可能不确定 我从网路撈下来的资料 可能有的是数字 有的是文字 有的是有小数点 那你只能叫我设定一个 那我怎么办 那我这就很麻烦了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他比较符合大数据分析 要的那样的东西 那也有点像以色尔 以色尔里面你会发现 以色尔里面的储存格 你刚开始输入 你输入什么东西都可以 有没有 输入数字 输入文字 那其实也类似像这种感觉 以色尔弹性还蛮大的 其实那个储存格就有点像 他预先帮你已经定义好一个变数 反正你爱放什么就放什么 那他不是只有一个储存格 他是很多储存格 那一栏 一个栏 我想象 其实你可以想象成一个栏 就是一个串列 如果你要很多栏 你就建立很多个串列就好了 不过那个Python跟Excel最大的不一样 Excel他是看得到的 就是视觉化的 但是Python是看不到的 因为他放在记忆体里面 所以你有时候写程式 用Excel最大的差异是 你可能要比较有想象力 你要想象那个东西 放在那个位置 就跟你把资料输入到Excel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只是差别一个是看不到 像Python 一个是看到Excel OK 不过未来当然趋势也是 你不能说永远都是 你一边看到一边做 因为你看到便要人工处理 一个人在那边当机器的 每天要复制贴帐 复制贴帐 复制贴帐 累不累 很累啊 对不对 然后有没有效率 非常没效率 对不对 有没有这个必要 我倒觉得没有必要啊 对不对 一个人自己 如果以后你看到 一个人在那边复制贴帐 你就叫他说 请你去学VBA吧 你VBA都学不好 那你这个事情一定没办法 很快做完 因为如果你VBA写完的话 反正就把你工作流程 变成一个程式嘛 跑个回圈 逻辑判断 结果就出来了 那如果不会啊 真的每天就突发了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一定要学程式 哪怕是一般的行政人员 因为我现在教很多学生 其实都不是那个资讯背景的 也不是那个IT人员 也不是MIS 就是一般数目工作人员 他为什么要学 因为他提高效率 提高效率之后呢 但也不只是为老板 因为他做完之后 他也可以不要告诉老板说 老板我做完了 反正他就装忙嘛 等到下班前再教老板 一样嘛对不对 那至少他可以轻松一点 他也可以不用加班嘛 对不对 因为我问了很多 你会不会跟老板讲 不会啊 干嘛跟他讲 跟他讲 他会不会给我加薪 他只会给我加工作吧 对不对 这也是没办法 不过有时候这当然是 在这种职场环境底下 他一个自 算是自处的一个方法 这也无可厚非 但我是觉得聪明的老板 他就要想到 我不是说我要 一直这种恶性循环 我发现有些企业老板聪明 他就干脆直接把我 请到他们企业里面 帮他们员工上课 我就摆明 我就教你们 你们每个人都要会 你没有说你不会的理由 所以其实我觉得 像有些金融业也不好混 因为老板已经把人都请到公司了 而且已经跟大家讲说 你们一定要会 你们不会都不行 不过这个好处 整个企业的竞争力也都提高起来了 你看随便一个人 哪怕是坐柜台的 他都会写程式 那这种趋势 这样以往下去的 真的你如果在那个环境 你不会这些东西 你这混不下去了 对 即便是你是资深的老鸟 你连城市都搞不清楚 底下人都会 每个人都会 你都冻嘴巴而已 对不对 你没有说服力 所以怎么办呢 那个资深老鸟 他也要跳下来 而且恐怕也要走在第一线 他没有办法说还要 有的可能剩没几年 就要退休了 那看这种情况下 这几年不好混 可能最后一 最后几年你不会把城 还是非得要硬着头一把城市学会 所以这个是目前的现状 我刚刚讲的 不是说我夸大 那 而且还有其他的 教育部 今年开始 连国小都要学城市设计 而且是必修学分 你不要说国高中了 所以这一块大饼其实也非常大 你说教教育 教城市的老师也非常的大 对不对 OK那其实如果你对教育有兴趣 所以你可以往这边发展 对 Python 这是一个我觉得还看得到前景非常光明 而且至少还可以热门个十年 我想十年应该没有问题 而且热度只会向上不会向下 或者你们也可以查一下那个什么 Google Trends 他也可以看到那个趋势 Google的那个 Trends Google Trends里面 你其实你可以去搜寻一下那个Python的热度 跟其他的 这个不知道都没用过 比如你要查知道 Google里面 大家搜寻 最多的是哪一些 比如说你跟Python 你会发现最近几个月 那如果你跟什么比呢 跟Java比看看 Java这个 OK 你可以看到Java比起来的话 Java也很热 但是相较起来好像就稍微差一点 不过这是在美国 你可以找那个全球好了 全球热度的话 慢慢慢慢 全球热度好像就比起来好像就 那如果是在台湾的话 你也可以搜寻一下台湾 比如说这边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台湾的热度等等的 那你可以找到那个你要比较的东西 类似这样的 或者甚至你可以跟其他的比比看 像台湾的话 那另外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它过去几年 比如过去五年好了 那你可以发现 其实大概有没有 它Java的热度 从大概2013年非常高 那Python是刚出来的时候 其实没有很多人知道 慢慢慢慢到哪一年 突然有个交叉呢 到这一年 这一年 这个这个点嘛 死亡交叉点大概这个时候 2017年左右 你会发现突然间就一个逆转 OK 那这个也可以拿来分析那个网络声量 像前一阵子那个候选人选举 所以我很喜欢用这个来分析 Google Trends 分析一下 比如说网络哪一个人声量最高 诸如此类 好 那其实也可以跟其他比较 那这边的话 那另外其实你也可以跟那个像VBA比 VBA 比如VBA 这个关键 或VBA for application 不过相较之下 因为微软 他的东西 你会发现他还是不是自由的 所以他基本上稳定 可是就是 如果跟Python比起来 还是有一个落差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蛮特别的 不同国家的需求不一样 我查一下日本 你会发现如果说你今天 假如说你今天是 日本的话 那他的那个使用的状况 好像又不太一样 日本有没有 如果是VBA的话 你会发现 VBA 甚至比Python还高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学会VBA 去日本发展还不错 因为日本很缺人 尤其是高阶的那个工程师 而且你只要会一点点日语 可能你是那个不用很高的 用到N1 N5 N2大概就基本的 其实就有 可以进到去日本找工作 不过听说日本工 日本人 去玩很好玩 但是你在那边生活 压力非常大 如果你平常太白目 就被排挤 人家会 就把你掠过 很多时候就把你当空气一样 你会发现 其实那边很奇妙 大家都其实都非常安静 而且会看一下别人在干嘛 就跟别人一样就好了 你到那边的时候 你也要看一下别人在干嘛 你不要做一些 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 不然就会列为很奇怪的人 可能将来就会被隔离 OK 所以这边很奇妙的 我看那个日本的 在VBA上面的用途上面 反而非常高 那这代表什么 我想你们也可以自己去分析 这里面有蛮多的 那你可以从不同国家 不同时间 甚至不同类别的需求 因为不同的使用情况 然后呢 甚至你不见得是 就是Google的搜寻 甚至如果他喜欢看影片的话 YouTube 因为YouTube我觉得现在越来越重要了 慢慢可能会超过那个Google搜寻 因为现在人很喜欢直接看影片算了 比如说影片教学好了 现在谁还在看文字 看书的人好像越来越少 但是YouTube上面有没有教学 有人教学的话 直接看教学就好了 最好要收音清楚的 画面要清楚的 解析度要好的 内容要够好 够丰富的 有没有 是有啦 可是并不多 尤其叫程式设计的老师里面 其实我发现 教其他的东西还OK 蛮多的 但是教程式语言的 就在台湾并不是那么多 而且要教的够好 那更是少 OK 那你们可以看Google一下 我的东西就知道了 我上次有跟各位讲过 我放的影片数量非常的多 其他你可以看YouTube搜寻 这边的话他也可以看得到 不过你会发现VBA就相对少 少一些些 反而其他的比较多 这里面 所以这个有兴趣的话叫Google Trends 这东西 蛮好 蛮妙的一个东西 好 那再来的话 其他就是说 就是中瓜胡部分 中瓜胡部分是那个list 中瓜胡 那那个前面还有讲过就是Triple 不过Triple跟串列 其实我把它看成是一样的东西 差别在哪里 Triple的话是用小瓜胡 这个Triple Triple的话是用小瓜胡 然后串列的话用中瓜胡 那他其实两个我发现 看一下官方的说法是说 那个list是可以写 可以修改的 可以写入也可以修改 那那个Triple的话呢 就是唯读的 就是只能读取 所以差别就是说他的效率比较高 就以后如果你单单读取 那你用Triple就好了 不过我觉得 因为这样两个都一样 我目前 甚至我在教的时候 我几乎都不教 我干净你用那个串列就好了 因为目前 你所有效率差 可是差多少 如果你质量一百万比好了 跑下来可能也差个千分之一秒不到吧 那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太差了 所以干脆你就全部用串列算 程式也比较好表示 不然你一下要 除非说未来你会像那个 淘宝网里面 那个双十一的那个观问节 那个流量 哇都几亿几兆 那个那不得了 那那个就差了 那个就差非常多 你有可能一定要那个Triple 那另外还有一个Set Set部分的话 也是大瓜 是变大瓜壶 大瓜壶 但是它一个资料逗点 一个资料逗点 那Set最大的特点就是说 它里面 第一个大瓜壶 第二个是里面不会有重复的资料 里面不会有重复的 也就是如果有重复资料 它会自己帮你把它剔除掉 所以如果用Set拿来做什么 比如说像那个 我们可以模拟那个大乐透开讲 那因为你开讲乱数跑 可能会跑出一样的数字的话 你可以先用Set 放进Set里面 再把它抓出来 那这样就没有重复的资料了 OK 那Dictionary呢 字典也是大瓜壶 大瓜壶啦 我画的比较丑 大瓜壶 OK 然后呢 那跟Set有什么差别 特别注意哦 那个Set是放一个资料 可是Dictionary是放两个资料 前面是Key 然后中间加一个冒号 再加第二个资料 逗点 再一个Key 冒号 然后呢 再一个资料 再加逗点 所以Dictionary是Key value Key value 这样的架构 一样是大瓜壶 OK 那这个先讲 反正你大概有个概念 之后我们会教各位了解 这些资料形态 然后你就大概知道 其实它重点就 我是觉得Dictionary 跟那个串例 想说 那老师这不是可以放东西 为什么还要另外一个 因为List只能放一栏 一个栏位 有没有 那Dictionary可以放两个栏位 那你想说放两 那不可以叫两个List 就OK了吗 其实也可以啦 只是说 它的优点是 它有Key 前面是Key 后面是Value Key value有配对的 那比较像那个资料库里面 因为资料库里面 一定会有个栏位是Key 编号对不对 后面是放Value 放资料 那你可以很多栏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对应 可能跟资料库 之间的串接 比较简单 所以至少你要知道 有这个多一个 其他的话就是像 自串 那我前面讲过 自串就双引号双引号 或者你单引号单引号也可以 我习惯用双引号 因为VBA或其他语言 都是双引号 那我就不额外 但是一般有很多人 习惯写Python 他们都用单引号 那就看个人 两个都可以 那你就是记得 我是习惯用双引号 所以以后你看到 反正我都用双 你以后你习惯用单引号 没有关系 但是你那个习惯 你不要一下习惯 这个一下习惯那个 你一定要养成一种习惯 不要每 这我发现很多人会错乱 就是因为他一下写这样 一下写那样 根本没有统一的写法 对不对 然后一下子 最怕是有的人是 Google到 然后随便抠一点东西贴上去 就他的 然后我说你 奇怪你今天写这种 隔天呢 他又Google到另外一个人的 又贴上又交 我说你怎么 你这个人格分裂吗 为什么你今天写这样 明天写那样 你怎么每天都写不一样 后来他说没有 我都Google的 我说你知道里面写什么 我大概知道 但是我也不太知道 反正可以run就好了 因为公司要急着要交案子 那其实要交 他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消化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Google 可是我觉得那不是长远 因为有时候你写完之后 你根本不知道 为什么自己写完了 那run出来结果OK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run就OK了 反正就解决问题 先交再说 但是问题 问题还是存在 只是他还没爆炸 就跟一个不定时炸弹 有些时候 你们可能去找工作 应该有遇到 就是说你会去擦别人的屁股 因为前面的人写完之后 他其实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写完了 他也不确定说为什么错了 可是他之后他为什么离开呢 因为他也不知道 那个东西哪一天会爆炸 那可能到年中 他可能理完年中之后了 然后他也不确定 因为他知道一定会爆炸 只是什么时候爆炸不知道 所以等到他离完临终他离开了 然后他一定会先就再找另外一个人去顶他的位置 那个人进来之后什么也都不清楚 然后开始发现 哇好多这个东西以后可能是大问题 所以他也赶快去把他再改一改改一改 然后他下一步就是再开启那个他的104 然后做什么呢 这真的是现状 那也是恶性循环 我觉得 因为其实说真的很多上面老板业务出身 他根本也搞不清楚 他只要能够交差就好了 他在案子标到钱拿到对不对 其他的话跟上面老板都无关嘛 反正你弄不出来是工程师的问题又不是他的问题 对不对 就像普悠玛嘛 对不对 问题是时机啊 上面哪有事 上面也不会有事啊 OK 讲 折远了 我只是讲一个现状 那最后的话是档案跟异常处理 档案的读写 比如说有个外部 像一般比如说ERP或者资料库 他会吐出来可能就会给你一个文字档 可能是TST 可能是CSV 那你要怎么样可以把它贿赂 到你的Python处理完再汇出 所以有读跟写啦 那其实大部分读的是RV的模式 写的话是W模式 那如果写同时要串在后面的话是A模式 那其实在那个Python里面做档案读写非常简单 真的 哇 优势啦 我看过最精简的 程式一两行写完了 OK 所以第九类了 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文字的IO input 跟output 怎么去建立档案 这个档案也蛮妙的 如果那个档案不存在他自动帮你建 真的 不用 不会有错误讯息 比如说Java 没有那个档你没先建 都挂了 OK 那他就是没有就帮你建 如果有的话就写上去 就把它覆盖过去啦 所以他有点比较自动一点点 那其他的话还有异常处理啦 就是如果发现错误的话 他有个那个就try catch 类似 怎么样去做异常的exception的那个相关处理 这个后面 我们还会再说明 所以一到九类 每一类的话 他其实内建就是有十道题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先从双数题开始 所以待会也许各位可以看一下双数的部分 那第一类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 也许我们可以先从第一类这一题开始啦 不过在还没讲这个之前 因为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些细节可能要再讲一下 那请各位先了解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呀